土耳其叙利亚强症后七天 持续搜救出生还者 包括一名八十五岁奶奶获救 强症造成近两万五千栋楼塌 官方调查建商是否涉及豆腐渣 以抓捕上百人 中国新闻媒体狼新闻 透过deepfake身位技术 创造出两名假主播 在网路上散播假讯息 递中国大外宣贬义美国 北美上空再度发现不明飞行物体 美国派出F-16战机击落 五角大厦怀疑飞行物具有侦查能力 是美国本月第四次击落入侵领空的飞行物 全球缺攻荒 让去年机器人订单创新高记录 美国大型航空公司 合作飞行学校缓解机师荒 西班牙马德里周末百万人上街抗疫 医疗设施人手不足 要求改善公共医疗系统 美国标志性物种 从捕银草小龙虾到仙人掌都在消失中 报告指出大量动植物处于灭绝风险 四层生态系统面临崩溃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要来看的依旧是强政国 土耳其和叙利亚一周了 现在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三万四千人 目前大家都看这个数字很不幸可能会倍增 在第七天有一个生还的案例 她是85岁的老太太 相当鼓舞人心 土耳其政府派出了军队为安 因为灾区的治安已经太糟了 很多人趁火打劫 同时也拦下要逃出国的建商 因为这些建商都应该后续接受司法的审判跟追究 在土耳其的大阵里面 完全凸显出有说不清的豆腐渣工程 土耳其政府有没有余力能够跟建商究责 我们来看一周之后的灾区情况 土耳其老妇人获救前 受困在哈泰省省会安塔基亚坍塌楼房中 最宽处只有16英寸 相当于406公分而已 152个小时内 她是如何保持求生意志 有待她康复后述说 截至台北时间2月13日傍晚 根据美国CNN 土耳两国已有超过3万4千人罹难 联合国官员警告 数字最后可能被增 为躲避内战 逃到土耳其的叙利亚学生 现在冒险返乡 其实最危险的时刻已过 她要回去寻找三个姐姐和外甥们 尽管天意很可能要她面对痛苦 她还是回来了 每个罹难者的幸存家属 都正在绝望边缘苦盼奇迹 而奇迹确实零星出现 幸亏没放弃搜救 哈泰省这个两三岁的小女孩 被埋超过六天 依然清醒 同样在哈泰省 救难人员不停地与一位受困 超过152小时的男子说话 鼓励她耐心等待 此时救难人员才赫然发现 父亲其实用肉身保护着自己五岁的女儿 确定结构稳固了 才让女孩钻出来 但奇迹毕竟没有发生在大部分人身上 土耳其受灾城市伊斯肯德润 13日天气晴朗 但这位幸存女孩坐在阳光下 眼前的废墟对她如同地狱之门 她痛斥土耳其政府无能 救不出亲人的悲伤 远胜过眼前参风露宿辛苦 而部分国际救援队 包括德国 奥地利和以色列的救难队员 还因灾区治安问题一度暂停搜救 奥地利军方证实 82名在哈泰省的救难人员 暂时回击地待命 不仅有针对国外救援队的攻击威胁 地震幸存者也面临抢劫 灾难逼出人性糟糕的一面 土耳其军方因此进入重灾区维护治安 号称已经逮捕近百名趁火打劫者 土耳其政府同时也宣布逮捕超过100位建商 空拍在剧影片中瓦利几乎粉碎 典型的豆腐渣工程不仅没地基 连钢筋结构都偷工减料 急着找戴罪羔羊的土耳其政府 誓言对建商究责 警方在机场拦下多位要逃出国的建商 尽管土耳其政府表现备受批评 各种救护行业人员仍坚持职业操守 警察甚至不放弃救援宠物猫 大震发生第一时间 护理师们冲进育婴室 扶着保温箱也没有自己逃命 叙利亚则是靠着救护志工白亏队 担起救援主角 因为政府军百般阻挡援助 抵达叛军地区 但为时已晚 幸存者只能在严寒夜晚露宿 不敢进入建筑物 埋在瓦砾堆下的伤者 很可能也撑不了多久 流亡土耳其的叙利亚学生穆罕默德 赶回家乡却等不到救援队 入夜后才有怪手开挖他家的废墟 七名亲人可能一生还无望 穆罕默德激动地大喊姐姐的名字 三个姐姐一个失踪 一个罹难 只有沙美活着被救出来 能见到的他最后一面 似乎是上天怜悯穆罕默德 因为沙美松以后不久也去世了 面对废墟找亲人需要极大勇气 这样的记忆也将是土耳其 整个世代的集体创伤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李约佳年华 这个星期要正式登场 其实在2023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播了很多 在疫情三年之后 首度回归的一些大型群聚的活动 这是疫情之后第一次登场的巴西嘉年华 巴西期待能够带来十亿美金的商机 而巴西的总统鲁拉才就职一个多月 他现在立刻到美国访问 在北宫见到了拜登 希望重新启动因为前任波索纳洛 荡到谷底的美巴关系 而波索纳洛现在在巴西遭到刑事调查 那么人滞留在佛州 在外交签证到齐之后 申请六个月的观光签 在周末突然表示 数周之内他就会回到巴西 巴西年度最大升典李约佳年华 将在这个月17到25号登场 巴西上下已经动起来 为这场盛会做准备 因为这是疫后狂欢节 首度全面回归 预计将有八万外国观光客 共享盛举 每天至少两百万人上街 估计为巴西带来近十亿美元 和台币约三百亿的商机 再创历史新高 尽管嘉年华还没正式起跑 但巴西人已经等不及上节欢庆 第二大城礼乐热内卢 这个周末已有超过八十场 街头狂欢派对 2021年因新冠疫情 所有活动全面海趴 去年虽有小规模街头派对 但未获市政府支持 今年当地全力冲刺 向国内外游客招手 三八学校舞者和花车游行地三八场 周末也举行进化仪式 用圣水扫地 在雨中载歌载舞 祈求活动期间正能量 而当巴西如火如荼 准备迎接盛会 左派总统鲁拉则前往华府访问 会美国总统拜登 和我們之口的预ingo 金 Nov这下国是夸弹的 本地海 salud的 我们所 kasih了 亚洲化将尼英华 你知 brasile الذ装 比下去 他们振都 吉詞 大家 没有 其实 roy Rick ook 两人虽然都没点名 但鲁拉暗批前总统让巴西边缘化 拜登则说听起来很耳熟 同样见指前任 尽管气氛和睦 不过在乌克兰战争上 巴西维持总理立场 也不提供德国制的火炮弹药 鲁拉接受CN访问时表示 一旦送弹药就会加入战争 但他不想参战 想要和平 美巴除了反威权 护民主的主轴 双方也聚焦气候变迁 特别是保护亚马逊雨林 拜登政府承诺与国会合作 为德国和挪威发起的亚马逊基金 提供初步支持 计划金元5000万美元 相当台币15亿 另外拜登也同意访问巴西 鲁拉誓言与国际社会合作 宣告巴西重返世界舞台 不过鲁拉滑服刑最重要的目标 恐怕还是争取国际 对他就任总统合法性的支持 目前仍留在美国的巴西前总统 被称为热带川普的波索纳洛 在鲁拉就职前两天就飞往美国佛罗里达州 上个月底办了第一场公开活动 之后还申请六个月的观光签证 波索纳洛在国内面临至少四项刑事调查 包括1月8号 他的支持者闯入巴西利亚政府大楼 不过周末他突然表示 几个星期内将返回巴西 美国官员透露 可能在嘉年华会结束后 好 接下来我们Focus继续留在美国 美国4号击落了中国间谍气球之后 在一个星期之内 美国又在阿拉斯加还有密西根 这两个地方发现了不明飞行物 高度都高在4万英尺左右 已经威胁了民航安全 因此拜登下令击落 另外就是加拿大的领空 也有飞行物闯入 加拿大的总理是授权 北美防空司令部也是要执行 击落任务 第一波遭到击落的飞行物 不是气球 而且尺寸跟形状都不一样 那么不排除是由不同国家 所派出的侦察机 美国军方2月4号 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外海上空 射下了中国间谍气球 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 周四美国又透过雷达 在阿拉斯加上空发现新的不明物体 周五美军派出 F-16战机 将物体击落 月初击落的间谍气球 当初的飞行高度在6万英尺 但是在阿拉斯加上空的飞行物体 高度在4万英尺左右 刚好是民航机飞航高度 飞安受到严重威胁 因此总统拜登立刻下令击落 周日密西根州 还有另一架飞行物被设下 根据美国国防部描述 阿拉斯加上空飞行物是八角形 大小与一般轿车相近 上面还拖着一根绳子 目前还无法判定飞行物的所有人 周六加拿大预空省的上空 也出现不明飞行物体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下令击落任务 由美加共同组成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执行 最后是由美国F22战机设下 加拿大军方正在海上打捞残骸 美国国防部证实连续三天击落的飞行物都不是气球 它们的形状和尺寸各异 所以不排除是不同国家发射的侦察机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透露 美国已经从中国间谍气球中获取大量的情报 五角大厦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飞行物是否有可能是外星优服 国防部当场否认并表示确定飞行物是地球人造设备 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在极弱飞行物维持先前强硬的立场 批评美国反应过度派遣战机是要制造中国威胁的假象 美国针对间谍气球事件宣布对六个中国设施机构进行制裁 周日中国政府突然对外宣布在山东省青岛极墨区 发现不明飞行物体军方正准备要击落 大陆当局还要求海上渔民 如果发现降落物掉在渔船附近要拍照取证 若情况允许可以打牢上船 不过大陆官方并没有公布后续的消息 外界猜测这可能是中国的反击行动 不过由此也可见 美中紧张关系没有反过的迹象 TV便是新闻总和报道 好了 看的是生态的快速改变 美国有大量的动物植物正在消失 小智相捕银草 小龙虾 还有道仙人掌 目前美国自己的报告指出 有40%的动物 还有甚至34%的植物 其实都是濒临灭绝 有四成的生态系统已经面临全面瓦解 报道中还有西班牙 西班牙因为太过暖化 今年杏仁花提前一个月开 学者认为会冲击到整个供应链 我们先从这个地方看起 加拿大马路发出求偶声 一旁还有三洋悠闲的躺着 这些在美国国土上的野生动物 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从此消失 根据非营利野生动植物保护组织调查发现 美国有四成的动物和34%的植物 濒临灭绝 另外还有高达41%的生态系统 正面临全面瓦解 其中加州 德州 还有美国东南部的生态 被发现最为脆弱 从先人长小龙虾 到标志性物种像是捕蚓草 甚至是淡水一倍累的生存 都岌岌可危 而物种灭绝的幕后推手 除了包括土地被开发成农地以外 气地退化 外来物种入侵 水污染和气候变迁 也统统是关键因素 大自然一环扣一环 环境被污染了 人类粮食生产也躲不过 在西班牙南部 每年粉色杏仁花齐放 象征春天的来临 不过今年却整整提早了将近一个月 除了可能面临霜冻破坏花朵 影响果实发育的风险外 提早开花也代表 有可能出现花旗过了 授粉昆虫才出现 根本没有机会授粉结果的窘境 西班牙是全球最大的 信任出口国之一 学者担忧收成不好 将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至于养蜂人也同样担忧 赖以为生的蜜蜂们 会因此饿肚子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石化产业是气候变迁最大的贡献者 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超过三分之二 联合国秘书长向扩大生产 并赚取巨额利润的化石业者喊话 呼吁他们在能够确保达到 净零排放目标前 都不应投入生产 身无东洋性正因人类的私利而受害 若不及时做出改变 只怕世界会加速始向灭绝之路 TVBA新闻总和报道 这是疫情结束之后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它的校园全面开学第一天 在中国大陆有近17个省市 在年度预算报告里面 看一下2022哪个省市用在防疫的公务支出最多 结果广东它整个防疫支出超过人民币700多亿 和新台币一年它在防疫就用了3000亿 第二位是浙江用了人民币435亿 而北京是位居全年用在防疫预算的第三位 也有花了人民币300亿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开学 全面回归正常化的中国大陆的这一天 新的学期我们不再进行测温和核酸检测了 大家看一看 这个都是我们上学期使用的设备 进校门的体温测量器被撤到一边 学生们走进校园 也不用掏出核酸检测证明 大陆将新冠疫情列为以泪医馆后 首个开学季 很久没有回到学校嘛 然后就是就有点兴奋有点激动 因为在学校里面的生活 还是跟线上的不一样的 先有点不熟了 可能有点 聊聊天什么的 先交流交流吧 不用担心动不动全校师生核酸检测 或是全校突然停课改线上教学 防疫政策放宽后 即便确诊 学校的应对方式也弹性许多 如果这个班当天新发发热人数超过5例 或者达到了一个班人数的10% 那我们这个班就可能会停课5天 一周各地规定 校园适度防疫 又鉴于专家建议染疫后康复者 应避免高强度运动 贵州当地教育部门 因此取消男生1000公尺 女生800公尺的中考体育项目 广东也将中床跑和游泳改为体育中考 不强制的选考项目 有学校为了安抚学生 重新回到校园的焦虑 开先例 允许学生将自家宠物带到学校 陪同上课 广西南02中放行宠物到校 每个班还能养一只班宠 疫情过后回归正常 需要适应期 而大陆17个省市 近期则在年度财政预算报告中 披露2022年疫情防控支出 惊人的是 花费由广东居管 人民币711亿 超过台币3000亿 一年花上数百亿做防疫支出 第二名浙江人民币435亿 北京第三也有近人民币300亿 在舍弃清零后 也难怪要积极复苏 中国大陆香港全面通关后 首个周六日 香港奸杀罪广东到精品街 又出现陆克排队 买名牌的顺况 很多东西都没有买不到 就像包啊 什么很热门的一些东西 也都买不到 除了到香港扫货 陆克要到南韩 入境限制 不像先前如此紧绷 11号南韩提前恢复 核发中国大陆旅客短期签证 特别开心 因为韩国很近 以前在有签证的时候 中国人就随意 可能周末就可以去玩 这些蛮好的 变异双方百姓的交流 是吧 都挺好的 南韩政府表示 近期入境的中国旅客 阳性率降至1%左右 且未发现新变异株 中韩恢复旅客正常来往 有望尽快解禁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下面这则报道 年纪现在逼近65 或超过65岁的观众 现在不要心里不舒服 因为这不是我们下的标题 而是报道里面显示 南韩政府现在对于高龄驾驶的 这个年龄门槛定义 就是65岁 那么65岁以上的南韩人口 在2022年已经突破了900万人 它已经逼近全体人口超过17% 而南韩自己的说法是 超高龄社会要来了 因此南韩在高龄驾驶的时候 以65岁为门槛 65岁以上就是它定义的高龄驾驶 65岁以上开车 每5年一定要换照 如果到了75岁以上 每3年要换照 另外还要接受失智检测 南韩在这5年来 高龄驾驶交通意外多出了2成 照应都跟认知功能障碍有关 当然人体的老化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机能 而反应时间呢 南韩的说法是反应时间 高龄是非高龄者的两倍高 所以在紧急意外发生的时候 比较长的反应时间就容易照获 因此南韩又推了一个政策 鼓励高龄的人就把驾照还了吧 同时呢 他寄出的奖金是台币2400块钱 但响应的人数非常差 我们来看南韩的做法 首尔市中需 1月发生恐怖车祸 一台自小客车开出停车场准备回转 却误把油门当成煞车踩 在大马路上连撞四车 最后撞进商家才停了下来 照尸者是一名超过80岁的老先生 事后饱受惊吓 由民众搀扶才得以逃出 南韩每年增加三十万名 六十五岁以上的高龄驾驶 去年总人数已经超过四百万 相关交通意外跟着攀升 五年间增幅逼近两成 如今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社会课题 高龄驾驶最具争议的正式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反应能力 因为老化导致视力反射神经活动低下 南韩统计发现高龄驾驶反应时间是非高龄者的两倍 而交通意外会发生 往往和认知功能障碍有关 眼看马上就要进入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口 突破两成的超高龄社会 高龄驾驶只会有增无减 为鼓励长辈们放弃驾照以策安全 南韩现行机制奖励 主动归还驾照者能够获得十万韩元 约两千四百块钱台币的搭车金奖励 但回收率不如预期 开车比搭车方便 大部分高龄驾驶都不愿意放弃驾照 南韩规定六十五岁以上驾驶 每五年必须参加视性测验换照 七十五岁以上每三年换照 除了参加测验 还得接受失智检测和交通安全教育 南韩警察庭因此严拟跟进 英美澳等国 二零二五年投入有条件换照模式 六十五岁以上驾驶人 未来将根据身体状况 换发驾照 部分族群可能无法开上高速公路 或是禁止在夜间驾驶 南韩法规将六十五岁以上 就是为高龄驾驶 多年来歧视争议不断 由大南韩政府完善相关对策 专家认为打造友善英法族 打车外出的环境是当务之急 只是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南韩客运站过去三年倒了十八间 老年人口众多的乡下交通大受影响 中青南道 庆少南道 江源道等地 近期陆续投入希望计程车制度 派车接送村民紧收铜板架 专家期许能借此提高社会关注 因为保障英法族出行的权利 才有机会治标日本解决高龄驾驶问题 据BS新闻 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假的主播假的讯息 但是这两位假主播 请问如果你在没有这么大的画面 解析度没有高清的画面上面 你分辨得出来吗 身为技术Deepfake的影像越来越拟真 在美国的研究指出 有一家出自中国叫狼新闻的网媒 他就是利用Deepfake的技术 做出了假主播 他们播的内容大部分都集中是 美国是个霸权国家 可以放大美国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紧抓人们上网之后 狼吞虎咽新资讯 因此假主播的假讯息在网络上流传得很快 他们的技术来源是原来在提供服务的英国公司 并不晓得这样被利用 那么因此有人说 如果假主播假资讯在大选前一刻刻意抛出震撼弹 他当然会影响政局 也影响一个国家后续 很多很多的因素 我们来了解一下 摇滚天团领普巴兹提特 车库开场 但仔细一看 成员们的联口竟然是大国领袖 金正恩拿着鼓棒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都成了摇滚乐手 主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唯一的观众是正在烤入的汤姆克尔斯 这奇怪的组合原来是利用声威技术制作的MV 身为MV成功闯出话题 但当最上技术被拿来不当运用 以假乱真的影响力 让外界相当担心 乍看之下 跟一般主播没有两样 但仔细观察 主播的嘴型和声音 有时会出现秒差 因为他们都不是真人 这是一家名为狼新闻的网路媒体 利用dig fake技术 靠假主播报新闻 透过来自中国的机器人假账户 去年起将这些片段 透过脸书和推特发送 美国研究公司Graphica上周发布报告 表示狼新闻的系列影片 刻意将美国形容成霸权国家 更被指对抗疫情失败 新闻内容大力赞扬中国官方活动 放大美国社会的缺失 而这两名假主播 其实是来自英国 一家名为Synthesia的公司 在网路上提供的声味技术服务 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指挥虚拟人物 说出你想要讲的话 没想到被有心人士利用 让我告诉你 你自己的狼新影片 我正在在Synthesia公司的网站 我正在在网路上提供 我可以在网路上提供 我可以在网路上提供 制造相关影片的账号 并将之停权 虽然这些影片在网路上的浏览次数并不高 但利用声味技术做宣传 让一般民众吸引为真 还是会造成问题 第一次来到中国 在2018年的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就有公司示范 如何让时任美国总统川普 担任产品介绍人 中国央视也有一批AI主播 24小时全年无休 但专家担心这类技术 如果没有受到法律约束 未来犯罪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多 比利时社会党曾经制作这段声味影片 只是想在网路上开个玩笑 却惊讶发现大量民众涌入留言 把影片内容当真 只好一个个回复澄清 专家担心这类影片出现的时间点 短时间内造成的冲击不容小觑 甚至可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大选 美国国家人工智慧安全委员会表示 AI技术正在让中俄和其他国家 渗透社会窃取数据 甚至对民主造成威胁 利用人们对网络获取即时资讯的依赖性 身为技术让假新闻多了一份真实性 吸引民众受骗上当 TBS新闻终合报道 当我们提到AI你当然第一会想到机器人 机器人市场在现在因为全球的缺工人力吃紧 所以机器人市场的需求达到了新的记录 在过去一年定走的机器人超过4万4千多台 全球各行各业都用到 报道当中有澳大利亚的酒庄用机器人来做比较复杂的苦力活 克罗埃西亚的机器人可以在不需要人类辅助的情况下 自己做出70多道佳肴 美国现在是机师非常非常短缺 所以民航Cut航班是司空见惯 那么他的女性机师跟少数族裔的新学员 开始培训但比例依旧很低 在西班牙最缺的是医护人员 所以会出现马德里几乎整个街道塞满了抗疫人潮 因为他们改变公共医疗体系 那么削减支出 那么这次的抗疫人潮已经逼近百万人 数十万抗疫人潮 在12号涌入马德里的西北来斯广场 示威群众一边高呼口号 一边挥舞着白手帕 全为了保护西班牙的公共医疗体系 抗疫当局削减支出 疫情后 人力吃紧引爆了种种危机 持续在欧洲上演 美国的飞行学员蒙塔诺 则把危机当转机 最近他才载着三名乘客 第一次把飞机开上天 而他没有任何相关飞行经历 以目前在美国的航空公司 飞翼机师人数不到4% 女性也不到5% 机师不够用 让2022年美国航班取消舰数大增超过5成 以西南航空为例 去年才新加入1200名机师 今年还要再招2250人 一场抢人大作战就此引爆 为了确保人才 不少大型航空公司 开始跟飞行学校合作 或是开课训练储备机师 例如领合航空 但要实现这飞行梦 要先勇于投资自己 预估要花7万到10万美元 和台币平均超过250万元的学费 才能达到所需飞行时数 不惜砸下时间金钱 越来越多人 深怕就连着专业技术含量高的工作 未来也会被机器人给取代 根据美国先进自动化产业协会 2022年 有超过四万四千台的机器人 被订走 从桀瓜意大利面 黑松露敦饭 到马铃薯面格搭 这台机器厨师 能在没有人类插手的情况下 做出七十多道 用一个锅子搞定的料理 虽然厨房里 还是能见到人类的身影 但他们唯一的作用 就是把备好的新鲜食材 一一放进机器里 为在克罗埃西亚 这间食品科学餐馆花了七年 砸下一百多万美元资金 才让这机器人上菜的画面成真 目前已经增加到五台机器厨师 不仅提升出菜效率 还省下人力成本 来到南半球 澳洲的酒庄业者也有得力助手 开关一案 一台大型拖拉机从仓库开出 又或者可以把它叫做机器人 这台高科技机器人目前的工作 是除去酿酒葡萄 藤蔓之间的杂草 而在西澳洲 这间专门经营托船 已经传承到第四代的家族企业 也不得不做出改变 扩大营运规模 人力吃紧 国际竞争和科技趋势 正考验各行各业的应变能力 体育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 现在我们来谈观光民航这件事情 欧美有很多国家 现在还拒绝跟俄罗斯之间 恢复民航的往来 当然是因为侵略乌克兰 这是一个制裁措施 但是我们来看看泰国是张开双臂 拥抱俄罗斯来的观光客 于是俄罗斯人飞往泰国度假 甚至常驱的 常住的蜂拥而至 来到泰国普吉岛 海滩上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随便一问 都是来自俄罗斯的观光客 全球走向新冠疫情出口 各国重新开放边境 然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西方国家仍对俄国人实行入境限制 不过泰国并未跟进 虽然俄乌冲突爆发后 泰国一度暂停对飞俄罗斯航班 俄国旅客数趋近于零 但去年10月曼谷当局恢复往返俄罗斯的航班 两国班机一周夺达近百架次 去年底超过17万俄罗斯人旅游泰国 观光收益占泰国GDP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 受疫情冲击后 泰国急于回稳经济 成为少数欢迎俄罗斯旅客的国家 俄国富裕人士 因此席家待见长期观光 替当地旅游业注入强大活力 泰国政府今年对俄罗斯 目标要吸引一百万的观光人次 除了旅游之外 泰俄之间也积极商业交流 举办贸易商讲座 共同开创疫后经济 对乌克兰局势 大多数东协国家可以保持中立 避免影响自身利益 但有些国家态度鲜明 例如与俄罗斯比邻而居的波罗的海三小国 随着俄罗斯驱敌大使 波罗的海三国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以牙还牙 先后降级与俄外交关系 并驱逐对方使节 同时爱沙尼亚政府也暗示 俄罗斯使馆间谍化 也是驱赶大使的原因之一 我们也有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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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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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战争 会发生了 然后我们继续 继续做这些 擔心二戰時期遭蘇聯併吞的歷史重演 埃莎尼亞國民認可政府強硬作風 迫害三國也時刻緊盯俄羅斯 俄烏開戰以來 三小國高調挺烏 出錢也出力 三國外長以同某文呼籲德國提供暴二坦克 另外根據德國民間之股統計 全球隊伍軍援總額的GDP佔比 前三名就是波海三國 波羅的海三小國過去與俄羅斯民間交流頻繁 如今外交關係惡化更禁止國民往來 許多埃莎尼亞裔俄羅斯人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與俄國家人失去聯繫的大友人在 只求安居樂業的百姓卻被迫加入了族群撕裂的戰局 請願新聞這麼不得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 Focus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會 以外交關係 對 非常好 最高的 一分數至少 最高的 成縱 最高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